109年全民运动会即将10月份在花联举行 而建美项目继2011年之后 睽違9年重返全国性的综合运动项目当中 今年第一次在花联举行建美单项选手选拔 入围者要代表花联县前往参赛 吸引了23人报名 最后是由一对副子党 还有年近40岁的辣妈以及女大生一起入围 相当的激励人心 即将在今年10月登场的全民运动会 这次仪式花联举办 其中建美项目在2011年之后 睽違9年再度重返全国性综合运动赛 而在花联的鸡肉工厂 也首次举行建美单项选手选拔 吸引23人来角逐 包含21位男性、两位女性 希望代表花联争光 37岁有两个孩子的黄小姐 在老公鼓励下趁着年轻不要留白来报名参赛 想说给自己留下今年也其实也练蛮久了 大概已经有练三年到四年 其实实际上是只有一个月 那之前的话是单纯喜欢就单纯练重量的 然后后面是我先生鼓励我说 就是去比比看啊比基尼啊 因为我们也有看过一些赛程 所以我们就想说那去比比看这样子 给自己一点自信心 也有年近50的父亲带着25岁的儿子一起来报名 就退伍之后就介入了这个建美的一个环境 然后找到这个新的工作 然后那儿子当时也是高中毕业的 他也毅然决然的想要学建美 那就跟着我一起学到现在将近有五六年了 加上包含这次我们是同台是第二次了 第一次是去年的总统杯 那我们也是参加了一个建体的一个项目 那我们儿子得到了这个前十名的一个成绩 我是没有 慈基大学毕业生杜才颖 今年才在全国大专杯建美锦标赛 获得女子比基尼亚军 这次也来参赛 因为比赛其实是一个蛮挑战 自己极限的一个一件事情 对啊因为被赛的过程很辛苦 对啊然后就是可以从比赛当中 去知道自己其实可以做到怎样的程度 然后就是考验自己的耐力跟心智啊 花莲县健美委员会主委游国华表示 可能花莲名峰再为保守 这次选拔没有女性报名女子形体上幕 在109年的全面运动会在花莲 那我们这次的目的在做 我们花莲县本地的健美选手的选拔 那把我们的健美把它推广出去 那一方面在这个部分 我们在花莲在地的选手里面 也有相当杰出的选手 那请这些选手呢 能够为我们花莲县来争光 最后总共有14位选手取得资格 包含去年败给儿子的罗爸爸 今年打败儿子取得资格代表花莲 诸位游国华表示 花莲健美风气有显著成长 不少猴手都来搅除 整体实力不输给外县市 期盼能为花莲争光 记者蒋邦彦博华莲师报导